在中国我们官方的数据每年有300万人 意外索 最危险的就叫做心脏周庭 在美国全国平均是15%能救过 阿斯维加斯的赌场酒店 7% 80%能救过 上海北京低于1% 我叫陆俄 第一反应的创始人 第一反应是2012年我们正式启动 因为我们的一位同学倒在了我们身边 这件事情触发了我们 我们要做一件让我们的生命没有遗憾的事情 在300多场马拉松中 我们已经挽救了13个心脏停止跳动的选手的生命 靠的就是每一个受过训练的普通人 建立了机制 然后跟120无分线接 如果真的我发生了心脏病 脑溢血 呼吸骤停 我们生命的窗口只有四分钟 黄金四分钟 你就必须让身边的人懂急救 如果一个人发生了心脏骤停 呼吸没有了 心跳没有了 你掐人中是没有任何作用 必须做任公呼吸 胸外按压才有可能把这个人救过来 左手手臂伸直 右手手臂伸直 右手扣在左手上面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在我们第一反应我们叫做深V 你千万不要靠手臂的力量去做心肺浮处 必须用身体全身的力量 当我们在摁的时候 掌根要放在两个乳头的连线中央 你的速度要100到120下 要做的是深度5到6公分 三个手指是5公分 做人工呼吸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第一叫打开气道 两个指头 拉着下个骨头的地方 把头抬起来 对大人 你只有捏住他的鼻子 往嘴巴里吹气 才能吹进去 在国际规范叫摁30下 吹两下 吹气不可以吹10秒钟 胸外按压 你的间歇时间是不可以超过10秒钟 中暑 这种时候 如果你给他喝货香争取水 这是有害物理 你要给他做的是快速物理降温 比如说喝冰水 给他很多冰块 浇他很多水 把他的鞋子脱了 腰带松了 衣服脱了 任何一个能够让他降温的 让他温度下降的 都有用 气到梗走是指我们吃东西 噎住通过咳嗽咳不出来 然后你没法呼吸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一个办法叫做哈姆利克法 也叫腹部冲击法 全眼放在肚脐上方 另外一个手去包住你的拳头 然后用力向上向内冲击自己的腹部 向上45度 其实会把你的内脏往上挤 在别人身上也是一样 你跑到他的身后 抱住他 在他的这个位置 往上往内 两个手一定是用力向上冲击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让堵在气管里的这个食物被喷出来 烫伤的话 立刻降温 比方说手臂 手烫伤 立刻把水冷龙打开 要冲击 按照国际规范 这要冲15分钟 20分钟 要彻底的让这个热量被消除掉 癫痫 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不二次受伤 也就是说 他倒在地上 他才抽搐 如果旁边有比方说尖锐的桌子的脚啊 你要保护他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干预他的癫痫法子 坊间说要把他嘴巴撬开 拿一个棒子啊 防止他咬到舌头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常识 当一个人肌肉全部缩紧的时候 他的舌头也是缩紧的 所以不要去干预他的臭处 我们帮大家成为一个更专业的好人 当我们身边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救助他 然后能够让我们中国的社会 慢慢变成一个互助互救 大家都能够一人有难众人帮 这是我们的愿景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 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份警惕 转发提醒感恩感德 没看够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公众号搜索IK7979 关注快来关注 就可以收看到 近期精彩好看的视频了 记住了哟 公众号搜索IK7979 快来关注吧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